2014年年初最受瞩目的当然就是冯小刚导演的冯氏春晚了 可惜今年的春晚并没有好评胡潮 特别是观众最喜欢的语言类的节目好像总是缺少了一点什么 不过同一时间某卫视的春晚上却有这么一个相声意外的爆红 而表演者相声演员苗副王生也因此登上了央视元宵晚会的舞台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苗副王生 也许这两个名字你还不熟悉 不过你知道吗 今年某卫视春晚有一个名为满腹经纶的相声节目 被称为业界良心 放到央视这能拯救冯小刚 就是由这两位表演的 我们两个都是来自西北的相声演员 天人 我叫苗副 我叫王生 您看我这个水平跟我旁边这位王生老师啊 没法比 哎呦我和您这话说的 人家是大学生 陕西吃饭大学毕业 吃饭大学 满腹经纶走红后 鸟府王生之前创作的《智取维虎山》 诗文戏里《大行腔》等的作品都被翻出来 虽然大部分相声的西北风味浓重 但是不少方言句子反而成为了奇景亮点 当时会想着 这个毕竟是为什么充满了 会有一些反应 但是你们有想到能够得到大家这么大的关注 星位填海 嗯 为什么填海 为什么 大汉奸的 拉过来就填海 你知道吗 飘上来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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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爱看这个民族气节的东西 什么民族气节 这里有民族气节吗 怎么 星位填海 您都不知道从哪来的吗 从哪来的 星位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炎帝的女儿 小名叫女娃 不天了 后来 不是一个人 这女娃 这一天驾小舟过大海 翻覆于波涛之内 惊魂不灭 预报此仇 贤狮子填大海 这叫京卫填海 哎呀 了不得 我明白了 明白了 炎帝的女儿 叫京卫 小名叫女娃 有一天在大海之上划着小船 一看一个风浪过来了 还说呢 呃呃 风浪太大了 这怎么哪来一个宝鸡人 你不是炎帝的女儿吗 炎帝不就是宝鸡人吗 炎帝廷现在还在宝鸡呢 接到央视元宵晚会的邀请之后 2月13号上午 苗福和王生就来到央视大楼化妆排练 虽然比以前知名度高了 但是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什么改变 仍然是两个人轻车俭行 没有助力在旁 甚至连午饭也是站在礼堂外面 用盒饭过腹 唯一不同的可能就是 路上有粉丝激动的求和影了 这次他们在元宵晚会中 表演了和马富金鸡风格类似的 雪妇舞车 根据央视的要求 仅仅保留了一两个旧抱负 其他的对于大的很观众而言 都将是全新的 现代经典 我最爱看鲁迅先生的 现代经典你也演就 鲁先生的书 说实话 我看这么多年 这句就有问题 什么问题 人家姓周 周迅不是女的吗 电影八题 八题二 演乐的 那叫画皮 新游来自线 北京采访报道